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KL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望向、正向和浪費冷氣 這段時間是遇上了一些困難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大家 今節我們講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 在哪裏呢? 就是阿富汗了 美軍在8月31日 結束在阿富汗長達20年 拜登就說 阿富汗人就可以獨立決定自己的未來 這個,但是有這樣的能力嗎? 現在有塔德班 有塔德班的時候你可以做到些什麼? 搞不定 是的 有你美國在的時候都搞不定了 你還叫阿富汗人命運自主? 那他繼續說 是時候阿富汗人有自己的權利和責任 其實你只想吃魚肉 好像走去任他們任塔德班魚肉 是的 其實拜登就在7月8日的時候就宣佈 好,美軍將會在8月31日結束在阿富汗長達20年的戰爭 當然了,剛才那番話 令到很多阿富汗人都很害怕的 哦,原來你不理我們了 我們很糟糕的 那麼拜登就說 他不會再派新一代的美國人 去阿富汗作戰了 針對塔德班這個組織年初以各種手法 在阿富汗各地攻城略地 拜登就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 我相信阿富汗部隊會勇敢抵抗他們的 哇 唉,真是這個 我聽到都心寒 原來你搞到別人一窩足就走了 拜拜就算了 那麼呢 還有拜登就認為阿富汗政府被塔德班接管 並非是無可避免的 這樣說 並非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我看到現在就是無可避免的 現在高八、九成的了 是的 那其實呢 美國和他的盟友 這些西方國家就撤兵了 已成定局了 不用想那麼多了 但是 拜登對阿富汗形勢的發展 我覺得好像太樂觀了 吧 首先 撤兵可能加劇阿富汗國內的混亂 不用可能了 現在已經是了 未撤完已經是了 以及 美軍撤離 也會面臨 塔德班部隊大規模進擊 這個組織的武裝人士 已經趁機攻佔了很多阿富汗政府軍的前哨 還有城鎮 還有村莊 據美軍的估計 在阿富汗 境內 全境 400多個 縣市的行政區當中 已經有接近30%的地方落入了塔德班的手上 其實呢 昨天 英國媒體也引述了 阿富汗地方的官員 他就說現在塔德班開始綁架和辣低一些新聞工作者 噢 糟糕 昨天 阿富汗政府已經完全撤出了薩爾普勒省 他們的官員就說 幾名當地的親政府民兵組織的指揮官 也都是在沒有戰鬥的情況下 只可以向塔德班投降 令到這個省全面被他們控制 之前我都說過 阿富汗電台的經理奧馬爾尼 也都是被人家扒低了 所以你這樣走呢 其實我覺得極度地不負責任 那說回來的確確 阿富汗為什麼這麼多年都是 戰爭的前沿之地呢 成為了兵家必爭之地呢 大家要知道 而現在的確確呢 被軍走的話呢 會助長一些恐怖主義的發展的 阿富汗境內和境外的宗教派系極其複雜 很多民族分裂勢力 亦都有極端宗教狂熱分子 當然還有一些恐怖勢力 這三股勢力 依然是糾纏在一起的 根據美國和塔德班 2020年2月在這個杜哈達成的和平協議 美軍承諾撤軍 塔德班就承諾不再允許一些武裝分子 在這個地區控制一些恐怖活動 但是美軍撤軍之後的發展呢 仍然大家要觀望 因為他們經常是不講承諾的 你不用擔心啊他們 那其實呢 剛才我們都說了 阿富汗是兵家必爭之地 因為阿富汗位居於 亞歐大陸的陸上交通要道 亦都是中國古代絲綢之道的必敬之地 那麼重要的地理位置呢 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那美軍撤離之後呢 產生的區域權力真空呢 將會牽動著整個中亞和南亞的地緣政治 反快的運動 亦都會影響到中國、俄羅斯、伊朗、伊拉克、 在利亞等等的周邊國家的利益 就在美軍開始撤離阿富汗之際 其實中國外長王毅 立即出訪土富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等等的中亞國家 為的是什麼呢 就是應對阿富汗的情勢 塔德班的發言人蘇凱爾就說 我們視中國是阿富汗的朋友來的 希望盡快與北京討論 一些中資去阿富汗投資 協助我們國家重建 但是你信不信得過錢 你這個國家這麼動盪 怎麼投資啊老闆 是呀 這頭戲那頭就炸了它 是呀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另外 外國駐軍撤出阿富汗 其實就象徵阿富汗是變成孤獨的 被遺棄的 被遺棄的 沒錯 被遺棄的 並且 阿富汗政府軍只可以孤身抵禦塔德班的進攻 對於那些回到美國和其他美國盟友的西方國家的士兵呢 他們的確確是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和過去的越南是差不多 1973年3月的時候 尼克遜總統就為了脫離越戰這個泥潭 就和越南方面當然簽署一些條約 越南也都會成為了一個國家 就是美國全面撤軍的國家 最後將收拾殘局的事情留給越南人做 當然 所以很多美國人都形容 越戰是一場不光彩的戰爭 撤退也是一場不光榮的撤退 我只是引述的 更加令人擔心的就是 很多美國的盟友就覺得 你好像沒什麼骨氣 尤其是一些希望美國保護的地方 好像蔡政府 我和你說美國一直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經常說很多次 你想美國幫你 可以 它有機會幫你 它肯付出多少 是吧 另外一個國家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也很害怕 因為烏克蘭過往都是走親美 親北約的路線 所以他們近日也調整了外交策略的 就是不斷地和中國合作 而且也簽署了一些基建協定的 老實說 其實拜登政府是不是願意為 台灣地區和烏克蘭挺身而出 最主要是看美國的利益 就是從美國搞內的 不是像傻子黃友 因為普世價值 習慣什麼時候普世價值就是利益 所以不要幼稚了 美國就走了 不過美國也想和中國和俄羅斯合作 昨天就有消息就這麼說 就說中國 美國和俄羅斯 就會在8月11日 舉行這個阿富汗問題 中美俄巴四方會議 巴當然是指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也是阿富汗的鄰國 他都很重要的 這個搞點拉登的時候 巴基斯坦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的 所以來自中國、美國、俄羅斯、巴基斯坦的代表 就會就這個阿富汗的形勢 怎樣推進阿富汗的和平進程 這些等等的議題 交換意見 這也是一件好事的 另外四方代表 他都會計劃和阿富汗官方 即是阿富汗的現界政府 以及塔德班的代表 再談一談 但是都是那句塔德班他談 當然是很誠懇的 之後 你就看一看 反轉什麼什麼就是什麼 沒錯 這次四方會議之後 應該就會發一個聯合聲明 當然 希望通過談判 達成 政治解決 阿富汗目前問題的一些方法 希望阿富汗實現 持久和平 希望 其實我也很心酸看到這個國家 因為阿富汗也有很多難民來澳洲 其實塔德班已經攻佔了很多地方 三天就攻佔了阿富汗五個省會 其中包括一個很具戰略價值的 昆都市市 但是目前為止 塔德班還未跟阿富汗的民選政府 達成停火協議 其實我想都不是這麼快可以搞定 真心地說 他們很強勢 可以說是不需要跟你談 是啊 哎 都是那句啦 希望阿富汗快快快去搞和平 好 那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